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博 你觉得呢 我也觉得很棒 就是把两个自己喜欢的东西融合到一个舞台上去展现真的很棒 而且是我觉得用足球的这个道具真的是很有风险 因为它是圆的 随时都有可能滚动 所以说我也相信你们肯定是经过很认真的精心的排练 然后不让那个动作去撞到足球 然后开场的时候我也有看到你们就是队的那个足球有很多step上的一些设计 我觉得真的很棒 对 还有很喜欢那个球从这边轨到那边的那个画面 那个设计特别好 对对对对 其实肯定要练 要练很多的遍 要练很多次才能去不要去踢了这个球 不要去失误 其实挺难的编排 其实我看那个装置在上的时候 那俩球门在上的时候 哥哥跟一博就在聊 是不是那个装置一上来 你们俩就知道迪坑斯要来了 对 他一直都很喜欢足球嘛 但没有想到我知道有功夫足球没有想到有一个街舞足球 我们来听听 诚诚队长 就像前面两位队长说的 我觉得Dickens把他人生最热爱的两件事情合并在一起 我觉得融入的非常非常不错 真的是有足球神兽的那个感觉 包括变排我觉得也是设计的很巧妙 因为他的走位要从中间 然后又回到后面的时候 他会不让我们从观众的视角有一个空白的感觉 还是有小朋友也好 我特别喜欢前面再叉叉叉叉叉叉叉 转转圈圈 然后那个球再过来 这个设计的很好 包括中间他的走位当中的一些小技巧 我很喜欢 也是很Dickens 很棒 来 我们听听刘雨昕队长是不是喜欢这支作品 我记得Dickens之前说过 如果有平行宇宙的话 Dickens应该是一个足球运动员 所以这一次其实把Dickens最喜欢的舞蹈和足球融合在一起 我觉得做得非常好 而且里面的很多的队形 编排的设计 其实都是真的是在表达 而不是中间有很多的转场是去空掉 或者觉得哪里会很空 所以我觉得很棒很棒的作品 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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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茜